近日 党的二十大代表在党代表通道上分享了中国菌草技术 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故事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菌草技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去了解决粮食和贫困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小小一株草 情结万里长 菌草技术解决了食用菌生产 必靠砍伐树木 这一世界难题 通过以草带木栽培食用菌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去了解决粮食和贫困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汪文斌说 从南泰到非洲再到拉美 这些中国草早已传播到世界106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无数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幸福草 致富草 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表示 菌草项目将汇集中非国内多个不同生产部门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表示 菌草项目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菌草项目也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开展减平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的一个缩影 展望未来 中国将坚持胸怀天下 通过农业科技合作 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 与世界各国一道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为推动国界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服务人类要使用 推动国界人类型队 超推动全球 when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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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